有一个女的迷运的 搞得爽了之后 表哥是因为你 严谨会做这么一种蠢的事情吗 那你就可以撑破大街了 你是男的 他是女的 人总摸了吧 说不定啊 你偷摸清淡了 谁只会啊 陈正在前面 在检察院那边 就是询问了 那严谨有没有参与谋划这件事 严谨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他知道 以他的性格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这六年来 现在我跟你一样 认定杀害二子的凶手 就是张国强 直到我做卧底以前 接到一个什么人的电话 他叫黄发祥 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他亲眼目睹案发现场 你和二子发生的冲突和枪战 那一枪不是我打的 行动当天我才得知 是上级派二子去当卧底的 而我得到的任务 就是要保证二子的安全 等我赶到案发现场 发现二子已经亮了身份 他正在和邓葵进行活动 把这给我放下 把他给我抓了 别管我 把这给我放下 不让你别管我 放下 等我醒过来以后 我就被告知二子已经牺牲了 我也莫名其妙地 就成了杀害兄弟那些一番 如果那个什么人说的都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 二子的死并有隐情 严慎的事我不会杀手 但二子的死 我一定会查个明白 我愿意配合你 再等严谨啊 嗯 刚才路过给你带了羊枝甘露 谢谢 不过了 没关系 我现在特别喜欢喝这个 那我自己留着 行 别等了 严谨今天应该出不来了 一会儿我一定会等他 媳妇 你没事吧 没事 赵警官 你现在可能特别失望吧 我也能理解 这段日子的努力又复制动流了 哥谁谁都不说 还有啊 以后 不要骚扰我们家小伙子 记得过来喝喜酒 能不能喝上喜酒我真不知道 但我清楚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一定是你被捕的时候 走吧 你能把人给放了 严谨并没有教唆严慎作为证 更否认了自己杀孙嘉宇 除了制度人老黄的口供以外 我没有任何可以执任严谨杀人的证据 只能放人 你是真不怕他兄妹传统一气是吗 严谨和老黄的口供绝大部分是闻合的 就说因为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人在撒谎 但你就认定撒谎的一定是老黄 老赵 办案子可不能干情用事啊 兄弟归兄弟 案子归案子 我拎着钱 老赵 案子越重大 调查就要越谨慎 严谨天天在咱们眼皮的底下 而且马上要结婚了 他跑不了 给你吧